OK,接下来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的公司这个叫Gymplus这个产品 那么华语名呢,我们多数叫这个产品叫什么,叫做护心三宝 保护心脏的三个宝贝,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真的是有三个很好的成分可以帮到我们的心脏 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成分呢,第一个宝贝叫做Jingo Biloba,就是银杏 银杏液精华,第二个宝贝叫什么,第二个宝贝叫Tongkat Ali 第三个宝贝叫什么,叫人参,也就是我们讲的长百三人参 OK,我们来看下去,什么是银杏叶,银杏叶就是我们讲的白果,大家听过吗 讲银杏叶可能你不懂,白果我们去Hokker Center吃糖水那个黄黄绿绿绿的白果 相信大家都懂,那么Jingo Biloba Extract,银杏叶精华是用白果树的叶子做成的 这个银杏叶,其实在西方国家他们都很懂得用这个产品 因为这个产品是在西方所有的草药是用最多的 因为德国的科学家他们在50年前就发现到Jingo Biloba可以帮我们通血管 所以全世界就开始西方国家都在用这个产品 所以你会看到欧洲每一年都5亿美金 美国呢更多,美国20亿美金 很多美国人都有心脏阻塞的问题,所以他们吃很多银杏叶 所以这个银杏叶,在西方世界呢,现在他们少量是拿来做保健 那么大剂量呢,大剂量是在医院里面做治疗的 做治疗 在外国他们叫这个产品叫做Memory Booster 主要拿来提高这个老人家上老年纪人的记忆力 为什么银杏叶可以通脑血管呢?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分子,它是水溶性 它的分子比较小 银杏叶里面主要有两个成分呢 叫做黄奸酮跟这个松西二铁醇 它主要这两个成分它是吹起出来 所以它是水溶性分子很小 所以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脑瓶张去到脑血管 去帮我们通脑部的威血管 一般上我们吃很多这些通血管的产品 包括这个鱼油 Omega 3 它只能通心脏大血管 它通不到脑 要通脑的血管改善记忆 只有这个Gingobillobra etc做得到 那么银杏叶主要这两个成分我们懂了 黄奸酮跟这个松西二铁醇 那么它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工作呢? 就是降低我们身上的胆固醇 注尽我们脑部跟心脏的血液循环 这个是很重要的 脑部跟心脏的血液循环 还有呢 轻掉我们主塞的这个胆固醇 塞在血管壁上面的胆固醇 溶解这个血酸 还有呢 软化血管 银杏叶也有这个软化血管的这个效果 那么讲完第一个宝贝 我们来看第二个宝贝 叫做人参 那么讲到这个人参 很多人都有这些迷思 到底我要买什么人参好 等下又有什么花旗参 又有泡参 我们等下家里有什么 有田气人参 太多了 我们都不懂要怎样选 其实在科学家他们的分类呢 你们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其实它分类很清楚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韩国买的生 我们叫高绿生 红色的人生 或者中国长白山人生 在洋人他们只叫一个名称 都是同样的品种来 他们叫做Penic Ginseng CMA它真正的水名叫做Penic Ginseng Penic在希腊语呢 是万能的这个意思 万能的树根 Penic Ginseng 所以洋人他们其实很早就明白了 这个人参有很好的功能 很好的效果 所以他们叫做Penic Ginseng CMA 这个是一个苏联的科学家 他命名的 他研究这个人参 研究到很彻底 他发现这个人参真的是很 很好的一个营养 其实里面有这个叫 Ginseng Oxide人参带 可以帮我们改善很多健康的问题 在韩国有一些就把这个 长白山人生晒干了 他就氧化变成红红的叫红生 就卖给你了 这些是给那些西药大补 或者生产过后 身体很稀肉的人 切一小片去炖去吃 一少量就可以了 吃多会流鼻血太热了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 田气人参 山气人参 那个是我们 阿公阿嬷教我们 中了内伤才去吃 是吗 痛鱼血的 那个是不同的功能 然后还有 最近你去法马西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卖这个 叫做花旗参 美国人参 他也是属于一种人参的种类 但是他功能完全不同 他不能补气 他只能提神 所以我们很多人 华人就是 咚咚枪的时候 做摆事的时候 对不对 家族全部要熬夜 就是每个人喊一片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炮参 帮你提神降火 他的功能是这样而已 OK 然后最近你会发现到 去很多Voxen Guardian 你会看到 有卖喜马拉雅人参 他们也是 不像人参的形状 可是他不同的功能 那个我们就不多谈 来我们来 回我们这个 韩百山人参 我们这个中国人参 叫做吉林人参 好像很复杂 对不对 其实呢 韩国跟中国边界呢 它是有一座山的 那座山叫做 长百山 其实都是同样 从那边挖出来的 人参只能在那边生长而已 所以你在中国这边 叫中国人参 在韩国那边 叫韩国人参 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么 当我们在市场上看到 这些我们所谓的 长百山人参的时候 英文叫 韩国人参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分 到底要买哪一种 因为市场上也是很多 我们所谓的野山人参 然后又有这个 什么叫 灵下参 还有这个叫 鱼山参 然后还有叫做 圆参 就是人工赔值的 还有一个叫 手工一品人参 这个大家要小心 我们去shopping center 那个大大科的 他跟你展览的时候 摆在那个shopping center 他跟你讲 很多年 有些人甚至敢跟你讲 几百年千年的 要卖给你 一条几万块 你不小心买到 他是不是假的人参 他不是假的 他是真的 只是他是手工一品人参 他把很多小小条的人参 借起来 借成大大条 你不小心敲到摇到 他会断掉里面 还有那个树枝借助的 还有那个借头的 所以那些我们都不谈 总之现在我们要吃人参 我们都是买得到的 都叫做圆参 人工赔值的 人工赔值的 那些野山人参 一踩到呢 都是给很多那些 以前中国的皇帝吃完 然后现在是给这些高官 很多高官 香港的明星 中国的明星全部买完了 然后来到马来西亚新加坡 又给这些富豪买去了 我们到市场上 药材店买到的 基本上都是人工赔值的 其实人工赔值的人生都不错的 因为洋人有研究的 西方科学家有研究到 人生他只要长到六年 他的营养价值就很高了 很高了 就非常好了 那么人生有什么好处呢 在我们中国几千年都有这个药 我们讲药典 经典 尤其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个神龙本草经 跟这个本草纲目 这两本都有记载 人生是属于什么 叫做上品药 神龙本草经讲什么 人生是属于上品 因为在这个神龙本草经 它分类呢 中药有分成 上品中品跟下品 下品一般上是毒药 中品是拿来治病 那么上品呢 就是我们讲补 补药补品 也可以讲是保健品 可以拿来预防的 叫上品里面 他叫做药王 他叫做药王 他主要是看什么 他补武藏 安精神定魂魄 主要是讲这样 然后在 李时珍的时代呢 本草纲目 他也讲是上上药人生 圆年益寿 吃了会长寿 排行第一 主要都有很高的这个评价 那么 现在你去市场上 看到书店 你都买得到 现在有很多 关于人生的这些书 都会讲说 人生是补药之王 万病疗效 神奇药效 太多了 都讲人生很好很好 我们亚洲人都懂人生的 那么 最近呢 市场上吃最多人生的 其实不是我们华人 都是洋人 洋人不相信你的那一套 迷思啊 什么你的传说啊 你的 你们相信的东西 他全部东西 有没有效 放进化验室 按一个button 那个化验报告出来 他就看到很清楚了 所以他们也发现到 去做了研究 发现到人生 可以 强化我们的血液循环 注尽我们的血液循环 还可以增加抵抗力 然后也有另外一个doctor 他也有解释说 化验室呢 其实 美国人生呢 他的营养跟我们 这个长百山人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所以西方国家 他们也有很多随者 在研究很多 这个人生也出了很多本书 市场上都找得到 网上也都会找到很多资料 很多洋人都懂得吃这个长百山人生 那么总结来讲呢 在医学家 科学家呢 他们发现人生有什么效果呢 OK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草药基金会 因为他发现到人生有帮助我们的这个肝脏 强化免疫系统这个功能 加拿大多伦多大水的医学系 他也发现到人生对糖尿病的人有帮助 他可以帮助这个降血糖 俄罗斯的科学家就讲什么 他讲人生有一个特殊的物质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生灶带 它可以让身体的机能正常化 什么叫机能正常化 其实这个叫做adaptogen 我们讲双向调理的效果 就是今天你的血压高 你有血压高的问题 你吃了人生它会跟你调低 你如果是血压低的问题 你吃了它会跟你调高 我们讲autogear就对了 跟你autogear就对了 把你的这个身体让你 技能正常化 人生它就是有自古以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让你的身体正常化 美国的糖尿病社会 跟这个芬兰的医药研究报告也发现到 人生可以帮助遗障 做更多的胰岛输出来 很多啦 总之很多机构都讲人生很好 那么羊人怎样吃人生 这个就有点不同啦 我们华人怎样吃人生 我们华人都是 买了人生再要开店 然后去巴萨捉一只鸡 或者捉一个什么东西 来炖 炖夜酒 炖三五个小时或者炖很久 炖了才拿来吃 所以我们华人 这样子吃羊人 对他们来讲说是一种浪费 他们讲人生这样子来吃 会破坏营养 最好就是把整颗抹粉 装进Catsill来吃 他们是这样子在吃人生 他讲确保全部 有效成分都吃得到 又不会破坏它的营养 市场上你们可以去 pharmacy找得到一个产品 叫做pharmatone 这个pharmatone其实在 欧美国家是很流行的 一个保健品 尤其是在美国 因为美国差不多有50% 有心脏病的问题 他们都懂得去吃这个pharmatone pharmatone里面有什么营养呢 里面它主要的成分就是 这个长百三人生 加上这个银性液精华 再加上一些 multivitamin ABCDE 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很普遍 价格也不便宜 价格也不便宜 你去市场上买 有些人 我们有一些顾客讲吃了很热 外面pharmatone顶不顺 然后吃我们的这个Gym Plus 他讲吃到很好啊 效果很好啊 我们的身体更容易接受 OK 讲回我们自己的Gym Plus 我们里面的这个人生 我们是用多少年的人生呢 我们药厂跟你保证我们这个Gym Plus 我们是用多少年的 我们这个Gym Plus里面 我们是用6年的人生 我们药厂还跟你保证 大家都知道人生很好 人生如果你买不到真的人生 吃的也是浪费 最重要的是买到纯的人生 我们跟你保证呢 D&G跟你保证我们的人生是6年的 那么6年的人生长到怎样呢 右边有一个图 这个在我们的药厂 我们有个人生展览馆 大家有机会去到药厂可以去看一下 一年的人生就是这样 2年3年4年5年6年 其实你要看人生 我教你看你要看他几岁 你看他的景象 人生的景象呢 一节就是一年 两节就是两年 三节就是三年 你看他的景象 那么6年的人生应该要有6节 可是你去药材店 你去超市 你去那个shopping center买人生 很多都是叫手工一品人生 他们跟你雕刻 他们会把几年雕刻成几十年 或者十多年 他就可以卖很高的价钱 这些都是商家 我们讲 商家都是会伤害人的 做生意的手法 所以今天你买到我们 D&D的Gimpas 肯定是 挂针价实 肯定是超值的 OK 明白了第二个宝贝人生 我们来看第三个宝贝是什么 在Gimpas里面 叫做东格阿利 东格阿利也是马来西亚的国宝 他们也叫马来西亚人生 那么这个东格阿利呢 在中医的这个要点里面 它叫做杜角莲 杜角莲 它就是苦的很苦 然后它在医书记载 也是有壮阳的这个效果 东格阿利一般生长在哪里呢 都是在深山 我们讲深山 那么在马来西亚都是在中央山脉 在Saba Sarawa还有很多 在一般上我们马来西亚的人 怎样吃东格阿利呢 就是把那个树根砍下来 然后切片煮水喝 或者是抹粉 装进胶囊就在路边卖 那么这样子吃安全吗各位 其实很危险的 因为要看你的东格阿利是哪里采的 如果你采到那个东格阿利附近有工厂 那么它就受污染了 然后你直接切片抹粉 这样子中capsule来吃 你会把很多重金素吃进去 很危险的其实 所以在路边卖的东格阿利 基本上不要乱乱买来吃 东格阿利有什么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根据马来西亚的这个 我们讲专家科学家研究 发现到东格阿利 最提高免疫力 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增强体能 尤其是住进生意 强盛 主要是强盛 强盛很好 还有这个抗疫纹 它还有退烧 抗癌 消除疲劳 这个是一些其他的功能 那么东格阿利还有一个迷思 就是女孩子可以吃吗 很多女性就担心 东格阿利是男人吃的 女孩子不可以吃 其实女孩子都可以吃 但是不要吃太多 就吃少量 对你的身体是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女孩子 尤其是更年级过后的女性呢 女性荷尔蒙不够了 对不对 所以女性荷尔蒙不够了 如果你要补充女性荷尔蒙 那么 吃一点东格阿利是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其中一个原料呢 就叫做男性荷尔蒙 你不够这个原料 你的荷尔蒙也做不出来 听懂吗 大家 所以你还是补充一点这个 Gym Plus 有时候吃一些这个Gym Plus 对你整个荷尔蒙系统都很有帮助 然后提高免疫力啊 改善糖尿病啊 改善这个风势方面都非常的好 马来西亚大水马大也有去做这个研究 他发现到 这个东格阿利有提升体力啊 还有这个活力啊 给我们Energy 减轻这个疲劳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欧拉卡西每个都很壮 他们做工啊 他们的很有耐力 不会累的 他还有这个萨菌呢 解着这个效果 还有对这个文明病啊 高血压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帮助 还有另外一个专家也去做了研究 发现到东格阿利 对艾滋病都非常的有帮助 他们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在森林局在做研究 其实全世界很多水者都在做研究 关于这个东格阿利 都不错 都有很好的一些 我们讲这个报告出来 统结来讲 东格阿利 他最神奇的功效在哪里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强圣 大家都知道这个圣很重要 圣是我们的生命之火 再终于讲圣就好像一个火炉 今天你的圣那个火灭了 都不错 这个神奇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不完 对不对 你打电话 你讲我很有声音 听 所以东格阿利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帮我们补肾 这边有一些报导 马来西亚国宝补肾的植物 很多我们讲在深山里面的 很多这些土著长老都在吃东格阿利 所以他们很多次活到90岁 还可以再娶老婆 还可以再生孩子 所以你发现到他们的生命能力很强 都是吃了很多东格阿利 然后现在的研究呢 也发现到东格阿利 他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高丸 就是男性荷尔蒙 简单来讲 可以提升4.4倍 所以很多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生不 孩子都生不多 或者生不出 讲不好听就是生不出 他的精子很弱 精子不够强壮 精子的数量不够 这些都跟男性荷尔蒙有关系 男性荷尔蒙不够 所以今天你如果有补充这个东格阿利 你可以提升你的男性荷尔蒙 4.4倍 所以今天的听众有没有男人啊 有的话大家 一定要吃这个ZIN Plus 对于这个我们想提升这个性功能 生殖能力都有帮助 我跟这边分享一下 那新加坡我们有一些产品的见证 新加坡我们有一班uncle 他们一来到公司 每次买这个东格阿利都是 买多少 他们不是一盒一盒买 每次来都是半打一打买的 明白吗 这班加taxi的uncle 他们因为其中一个有见证 他们其中有一个本来60多岁的 加taxi架到没有力的 要把taxi还给公司了 因为没有精力的老了 那么自从吃了我们的这个ZIN Plus 过后 哇全身好像变年轻气 然后taxi造价还可以驾 然后他也无心中发现 他的这个本来这个性功能都不行了 现在又变成年轻了 哇他这个见证 一分享出去 全部驾taxi的uncle 每个都来跟他买这个ZIN Plus 所以他们这班人到今天已经吃了差不多四五年了 还陆陆细细都买来吃 我们普通怎样吃这个ZIN Plus 我们普通保健早上吃一粒都已经很强了 他们心脏血管有阻塞的 胸口一直痛的 你可以吃早上一粒晚上一粒 然后这班uncle他们每天早上吃两粒晚上吃两粒 他们一天吃到四粒 他们需要特别的这个功能 他们可以加强 如果我们普通人不用吃这样多 吃太多身体太补 我们有时候会头脏脏 所以记得这个ZIN Plus 不用吃多 你早上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 然后你去跑步 你去exercise 我告诉你你原本跑步跑三千的 现在可以跑五千 我们有给很多年轻人做试验 每次我们就送他一排 有一些我们就卖一排 给他们去吃十天 十天后很多人就发现到不同了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武器方面的这个见证 提升那个能力 很多老人家新加坡很多爬楼梯 四楼爬不起的 吃了这个ZIN Plus过后 他们楼梯可以爬到四楼了 然后有些走路船 每次这边要走到那个车站 走到MLD站走不着的 吃了这个ZIN Plus 现在每个都走得到了 所以增加这个补气的这个效果 这个ZIN Plus非常的有效 这个是马来西亚 导致 东哥阿利曾经被大力推广 他曾经被马来西亚政府当成是一个国保 国保的一个植物 英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到 东哥阿利对痛风非常的有帮助 痛风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这个改次我们会做一个 专题来专门讲这个痛风尿酸 东哥阿利还有对我们的人体免疫力消除疲劳 然后增加他的体能 前列线方面肯定有帮助 因为他提升了这个男性的荷尔蒙 所以对前列线炎症发炎 小便有问题的男性都有帮助 OK 这个ZIN Plus 来明白了里面有三个宝贝 我们叫互星三宝 那么总结一下他的功能是什么 大家不要忘记他里面有这个银性液精华 主要可以帮我们提升脑部的这个血液循环 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啊 随喜能力 所以叫做Memory Booster 预防老人肢带症 我们的这个ZIN Plus 是很好的 这个ZIN Plus 再来心脏有问题的 他可以帮我们通心脏的血管 帮我们通心脏血管 有三高的人 高胆固醇 高血压 高血糖的人都可以吃 尤其是心脏方面 然后 还有呢就是我们讲通血管 通血管 强化心脏 补气 通血管 最后就是这个补肾的这个功能 补肾 我们也给很多新加坡的一些 我们讲antianti他们吃的 原本每次在做家务的时候 扫地会腰酸明白吗 吃了这个通咖哩很多讲腰酸 改善了 腰酸改善了 在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些见证 我们公司这几年也收集了一些见证 关于这个Gym Plus 所以这一位大姐呢 她有什么问题呢 她有这个高胆固醇的问题 然后她就吃了我们的Gym Plus 喝了我们的三足水 她的手脚麻痹的问题 改善了 改善了手脚麻痹 大家都知道手脚麻痹 刚才我讲过了 都是我们的心脏没有力 血循环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次Gym Plus Capsule这个产品呢 护心三宝呢 都改善了这个手脚麻痹 这问题 然后她的血压呢 也变正常了 以前血压也不正常 胆固醇指数也不正常 现在吃了都正常了 另外一位 关节僵硬 她之前也是有手脚麻痹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血液循环 我们都懂了 所以她吃了Gym Plus过后 她发现到她这个手脚麻痹 跟僵硬的问题 改善了 改善了 然后双手可以抬高了 之前两个手抬不起来 然后她发现到 肚兰也小气了 脂肪小气了 下巴的皮肤也漂亮了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见证 这一位瘦身膝盖痛 她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气喘 气喘的问题 她讲每次走几步就喘 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大家身边的人都有这个 我们讲走几步就喘的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刚才都明白了 是我们心脏比较弱的问题 所以她吃了我们的Gym Plus过后 发现到她的膝盖疼痛全部减轻了一半 然后她的体力变强了 体力变强了 而且游泳一个小时都不累 她讲 原本走几步都喘的 现在可以游泳游到一个小时都不累 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Gym Plus真的可以帮我们 强化我们的心脏和补气 然后她本身吃了 大腿也变小了 身体也没有这样笨重了 接下来的这一位大姐呢 有什么问题 63岁 她本身心脏衰竭的问题 心脏变弱了 心脏已经变肿大了 刚才讲了 心脏肿大它的功能已经可能 变少了 普通人功能100% 她可能70% 60% 50% 她的心脏肿大 功能变少 还不要紧 她还有什么问题 血管阻塞的问题 所以一般这样的 Case呢 去到医院医生会跟你做手术 通血管 跟你查这个查那个 不便宜了 所以她也是真的被送到医院去 她讲之前走几步都喘了 在医院做了心脏的检查过后 医生发现到她的心脏肿大 然后也发现到 初步诊断 她第一次检查 讲她血管 心脏的血管有阻塞 然后她就安排两个星期后 做一个CT scan 然后如果发现阻塞呢 马上就要做这个心脏 这个支架手术 打气球 打Bellon 所以她在那个时候呢 就快快 快快吃V&E产品 快快买这个INBUS 来吃了 那么吃了两个星期过后 发生了什么事呢 吃了两个星期过后 她发现她可以正常走路了 走路也不会喘气了 然后 根据医生的安排 她再回到医院 做这个心脏检查 这一次做的检查 她的报告 报告很改善很多 发现那个 主塞的血管 她讲也 也比 血管主塞的问题也改善了 只有塞15到 20% 然后现在不用做手术了 看到吗 大家这个见证非常的好 而且还有这个报告 还有这个报告 所以 如果大家身边有这个血循环的问题 心脏的问题 心脏血管阻塞的问题 要中风的问题 或者脑部激励 不好游的问题 血循环的问题 快快鼓励大家买这个INBUS 来吃 非常的好 最后这个见证呢 也是心脏血管阻塞 其中一条已经塞到80%了 刚才我讲过了 我们塞70%以上就会有症状了 这一位大哥呢 塞到80% 然后已经安排要做这个通波仔的手术了 每天要吃20多粒的这个药丸 身体已经变得很多了 时常呼吸困难走几步都会喘 然后就遇到我们这个D&G的这个产品 这个INBUS 就快快吃了 每天就是 喝两包三种水 早上就吃两粒这个INBUS 其实我们INBUS不用吃多 每天就是吃一粒两粒就够了 看到吗 所以 过后呢 他再去检查发现 心脏血管阻塞已经减少了 现在只是吃药罢了 医生也讲不用做手术了 看到吗 现在那个药已经 吃少过10种了 以前要吃20种 所以这些见证都很珍贵 很难得这些 我们讲这些顾客 肯把他的见证陈上来 我们才会可以听到他们的故事 其实我们公司这个产品也卖了很 蛮久一些 很多的见证 只是很多的顾客没有乘上来 所以今天关于这个INBUS的分享 就到这边 OK吗 大家还好吗 我还可以继续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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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